在我们来到这世上前 我们曾经都是上帝恩典的子女 是上帝美丽的天使 但在天上 我们因被早晨之子 起明星所迷惑 被驱逐到这地上 为了给那些 无意中犯罪的天国子女们 再一次的机会 上帝亲自来到这世上 以肉身显现 为了赦免 我们在天上所犯的所有罪孽 他甚至代替我们 付出了罪的代价 他在十字架上 留下的宝血 证明了这一切 人类就是因这样的缘故 被驱逐到这地上的 因此 正如罗马书上 所记录的那样 这世上没有一个是一人 生活在这地上的所有人类 都是从天上被驱逐的罪人 因此地球是属灵的逃城 简单地说 就是我们灵魂的监狱 那么我们为何会被 关在这监狱里呢 因为我们在天上犯了罪 这是显而易见的结论 那么是谁把我们 引向罪恶了呢 原本是上帝儿女的我们 因受到仇敌魔鬼的 欺骗和诱惑 结果离开了上帝的怀抱 这就是为什么 上帝来到这世上的原因 上帝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 并设立了新约真理之道 使范进入应许的新约真理之中的人 都能得到罪的赦免 重新回到天国 上帝为我们开启了这样的机会 换句话说 我们为什么要向人传讲 遵守安息日才能得福 请遵守逾越节领受永生呢 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的教导和旨意 约含着上帝的应许 不是吗 安息日之所以如此重要 并不是因为那日子的意义 而是因为上帝吩咐我们 要遵守安息日 不是吗 逾越节和三次七个节期的 所有律例也都是如此 全人类都是曾被撒旦迷惑 被驱逐到这地上的 然而在这地上 他们却再次被迷惑 忘记了天国 因此我们要向他们传达 如何才能回到天国 即重新回到上帝怀抱的好消息才行 我们可以透过传播 安息日 新约逾越节 新鸣 新耶路撒冷的荣耀 来履行这项使命 咱们再次被捅吩咐 再次被捅吩咐 这些木刾 那是红价 你不太有一天 就会有关系 那么多不要 一定要找出 这些木刾 1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